當然啦 不是說講人民人民就一定錯 我只是講說大家歸納出來 就是法西斯他們很喜歡有的這些特質 然後謊言跟非事實很強力的宣傳那些 希特勒他非常的相信洗腦的功效 他一定要找一個敵人 所以希特勒他找敵人他找外國人 找一個最重要的找友派人 你要找到一個敵人就會凝聚我們這些人 我們自己你看那個敵人多討厭多可惡 友太人這麼有錢都是剝削我們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人想辦法去尋找敵人 然後口號取在真理 因為你很多真理 你去探究過程當中是很不sexy 口號很sexy 任何想要的口號聽到 好爽 但是你去探究真理的過程 你發現很多事實是一點都不sexy 一點都原來是這樣 所以納粹或者是法西斯他很討厭真理 很討厭那個後面的 他喜歡漂亮想樣的口號 這是在學運的時候 這是平文日報 那個 十那見處 外來中櫃 這是很赤裸裸的一種態度 我很驚訝的是年輕人大學生 這種文字如果出現在美國或德國 這叫做黑款 這是要坐牢 你知道嗎 那這是我的朋友 他在行政院晚上在拍到 廢除中華民國殖民 什麼 日治 然後下一句呢 我覺得四百年有個外來 就是 我很驚訝 所以 所以 你 太陽畫了幾個行為特色 我不是說 他們 但是思想是錯的 思想 無罪 實質 主張台獨 OK 我哥就主張台獨 OK 我們家全家都台獨 只有我一個是不台獨 所以 你主張台獨 OK 你討厭馬 你攻擊政府是OK 你言語 用言語攻擊 可是你 站立法院 那個 大家都有看到那個畫面 他是這樣子 那個 然後請他在那邊抵抗 如果那個不是要暴力 我不知道什麼叫畫面 否定國會的程序 這就是反應 因為我們這個國會沒死 我們國會在 你占領立法院 然後國會不能開會 然後要政府 你答應我什麼條件 我才走 那這不是用槍桿子嗎 那只有馬上有那種鬧頭 還沒句話 第三個 他說他掌握唯一的真理 只有我是正義的 我自己的國會要自己救 我們要捍衛民主 這個黑箱什麼 你所有他講的東西 你如果跟他辯論 他都不理你 他根本不理你 他繼續講他的 你誓實他給他看 他不理你 再來 你反 你排他 其實背後就是反中 恐中 然後強調台灣是優秀的 中國是落後的 是 是 就是 我不說中國是好的 因為我 因為中國他 有太多落後 可是那個民族 為什麼會這樣落後 其實他背後有很悲慘的 被帝國主義侵略的 這麼多的旅持 我覺得我們 不管是看靈國 把中國當靈國 或者說把中國當我們的 分裂的國家或什麼 我們對 這個地球上的很多人的悲慘 其實要有非禮之心 好